第一步,将死皮软化剂涂抹于指甲后缘 然后用钢推轻轻推起被软化后的死皮 再用死皮剪,剪去被我们推起来的死皮 不要剪太多,容易流血哦 第二步,首先用本甲错修出想要的甲型 之后用海绵抛,抛去甲下角至 然后用海绵抛的粗面刻抹甲面至没有反光点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来的美甲更加的持久和牢固 整个指甲一定要打磨到位 切记在边缘时不要挂到手上的肉肉咯 因为会很疼的 然后用粉尘刷扫去甲面灰尘 再用棉片沾湿酒精清理甲面的灰尘以及油脂还有水分 第三步,涂抹结合剂,不照灯 之后用底胶薄涂于整个甲面 然后送去照灯固化 接下来涂抹第一遍的色胶 记得一定要涂抹均匀哦 然后送去照灯固化30到60秒 涂抹第二遍的色胶 这样会使色彩更加的明映 照灯30到60秒 最后涂抹封层 然后送去照灯固化 这样我们的一个美甲就完成了 关于美甲步骤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解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